我们把它关机 这时候温度是在加热状态 你可以看到温度在上升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等待4到5分钟 你不需要担心因为温度过高 iPad受损 因为这个过程都是自动 当温度过高时 它会自动停止工作 这个CPP的好处 是因为你再也不需要用吹风机了 整个过程都是很安全的 而且这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这时候需要等待 等待当这个表面会有一些雾气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着开始拆拆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绿色的数字 它会往下倒计时 这个时候是20 当到15的时候 我们可以开始拆机 我们等待一会儿 我们等待几分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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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后我们再回来 我们等待五分钟后 我们等待五分钟后 我们现在已经看见屏幕上有水雾了 现在已经看见屏幕上有水雾了 现在的水雾了 现在的水雾了 我们开始拆机 开始拆机 这是有点烫 我们用锡盘 我们试一下这个胶是不是已经软化了 我们试一下这个胶是不是已经软化了 这里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是拆iPad 二 三 四 你会遇到一些电线 这里的Wi-Fi电线 在这位置有Wi-Fi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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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软化了你的速度 你需要软化了你的速度 这是需要注意一点 这个你需要注意一点 好 我们开始拆 OK 现在我们开始拆拆 这个要小心一点 你需要注意一点 沿着这个边缘轻轻地往上推 好 我们慢慢 现在的温度是85摄氏度 你不用担心温度 它会自动调整 You do not have 留意到温度 il machine it can be it can adjust addressing Bitstair the touching looks so easy 我们开始推开慢慢 we can push it up OK OK, now we made it 我们现在关闭加热车 现在按下车 一直按住红色按钮 可以关闭CPUB Press the red button for several seconds the tool will be powered off 欢迎你们使用CPUB Welcome to use this CPB tool Thank you